故事发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 40多岁的艾琳是来自纽约的江九花 她外表高贵美丽 实在生性狡猾 早在20年前 艾琳抛弃了丈夫和女儿 与情人私奔 但又迅速被对方抛弃 此后她再也不相信爱情 把勾引别人丈夫为谋生手段 由于太太们组成同盟 说明狼藉的艾琳失去了用武之地 她索性来到欧洲最漂亮的海港 美国富豪扎堆的意大利 阿玛尔菲去碰运气 很快艾琳把握到了一个机会 将目标锁定在帅气多金的 年轻富豪罗伯身上 欢迎来到小春电影 这次分享的是文艺片 吃男愿女 富豪罗伯新婚姻儿 将太太嘉莉视为 清纯可人的奶糖甜心 两人一起来到阿尔玛菲度假 年仅20岁的嘉莉自由丧母 被姨妈一手带打 在对方的教育和保护下 嘉莉知书达理又天真善良 可以说是窈窕淑女的完美典范 没想到艾琳的出现 让她们原本坚不可摧的婚姻关系 在风起云涌的留言中摇摇欲坠 某日罗伯上街给太太买生日礼物 恰巧被艾琳遇到 碰到这个千载男方的机会 风韵游存的艾琳 当然会使出浑身陷属 她先是拿起一把扇子 主动上前勾搭 讲了一段生动形象的男女关系 尽管罗伯表示自己是已婚人士 说明此次前来是为太太购买礼物 可艾琳却给出了别具一格的回答 她说扇子不是用来扇风 而是用来撩人心扉 结果一番热辣辣的亲密互动下来 罗伯立刻被神神吸引 一致千金买下了这把扇子 此后罗伯好似丧失了意志一般 开始频繁的向艾琳献殷勤 她不惜用公司的支票 花重金给对方租下最豪华的别墅 而在小镇 有一群好事多嘴的贵妇团 他们好几次见到罗伯出入艾琳的别墅 一时间两人的流言飞语 传得遍地开花 罗伯夫妇被贵妇团指指点点 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是 在好女人和坏女人之间 罗伯将由何选择呢 这一天 罗伯走出艾琳家时 满面愁容 似乎有难言的懊恼与愤怒 但问题来了 她是在为背叛妻子的行为感到羞愧呢 还是因为有什么秘密 阻挠着自己出轨的脚步呢 一日过后 家里在一家服装店和爱量偶遇 对方正在试穿大胆风骚的性感礼服 把保守传统的家里看得目瞪可爱 虽然她表面上没说什么 可心里却暗暗嘀咕倒 穿这种衣服的女人 私生活肯定是不正经的 这在家里展示了一句后 前一秒还笑得勾滚的爱琳 眼里却渐渐染上了一丝悲伤 她在可怜遭到丈夫背叛的嘉丽呢 还是说另有隐情呢 期间 罗伯临时决定和爱琳共享午餐 她不得不推掉太太订好的饭局 为了不让对方扫兴 罗伯让生意伙伴约翰陪太太游玩 而约翰是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在当地早已生命忘记 没料到他对金发毕业的家里一见钟情 如今罗伯的谣言四起 正是他挖墙角的大好机会 比如约翰故意改变活动路线 用朋友的名义带着家里逛街游玩 时不时要暗示一下自己的不良居心 又比如在家里生日派对的前夕 花天老板要求提前付款时 约翰故意让他用帐死公司的支票结款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在罗伯的支票夹中 家里发现了他付给爱琳的前庚 他越往后翻越愤怒 但有爱琳的纸条越来越多 金额数字也慢慢变大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丈夫居然和年长自己一半多的老女人滚了床单 与此同时 曾有过数次婚姻 年迈的包公子德普 也被爱琳的魅力所倾倒 他费而扑果般地展开疯狂追求 德普不计较女人过去的换名声 也不计较对方可能在乎的只是钱 而爱情如命的爱琳 似乎没把他放在眼里 并明确表示 自己不相信婚姻 因为在她的眼中 婚姻是女人的枷锁 一旦结婚 就无法呼吸 幸好德普并没有就此放弃 在家里生日的当天 她把爱琳带到了宴会现场 并打算借此向对方求婚 让人始量未及的是 罗伯见到爱琳极为抓狂 把她拉到一边 大声痛斥 原来爱琳是家里从没蒙面的母亲 在杂志上 她得心女儿嫁给了富贵人家 便利益把握机会 回到上流社会 和罗伯认识之后 她打听到女儿对自己恨之入骨的事情 所以她先是利用 酷气狂磨罗伯的软肋 勒索到一笔花不完的财富 然后计划在女儿生日的当天露面 让自己风风火火的成为名媛 另一边 为了报复丈夫的出轨 家里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以牙还牙 她买下了那件曾经自己所不齿 当时爱琳是穿的性感礼服 涂上鲜艳的指甲油 画着精致的妆容 出现在丈夫的亲朋好友面前 巧的是 爱琳穿着和家里一样的裙子 而爱琳的出现 也证实了家里心中的整种猜疑 她坚信罗伯和对方油染 委屈和愤怒之余 她选择对丈夫避而不见 然而这一幕被追求着约翰目睹 在另一连串糖衣炮弹的轰炸下 加琳的情绪彻底崩溃 决定和约翰连夜私奔 这时候 德普掏出了那枚准备多时的结婚钻戒 她对待感情倾而不舍的态度 终于打动爱琳封闭已久的内心 直到此时 爱琳觉得有必要和加琳说情真相 便独自前往楼上的卧室 结果人没找到 她反倒看到加琳留给丈夫的分手信 而萝卜找不到亲戚 立马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她追身来到卧室门口 一口气说出和艾琳之间的种种误会 这些被艾琳听了一切二处 她终于无法坐舍不管 而加琳留下分手信后 独自踏上了约翰的船 她需要一个容身之处 需要一个男人来支撑自己的脆弱 可没想到最先找到加琳的 却是那个当务夫艾琳 她对准备出轨的加琳 道出了王尔德的经典名言 有些婚姻没有爱 有些爱没有婚姻 而女人的无怨无悔 是需要历练的 还没等加琳反应过来 约翰带着德普和罗伯等人来到了游船上 关键时刻 艾琳把她拖到地下舱中 想不到 罗伯在座位上看到自己给妻子买的扇子 因此意识到 约翰和加琳有奸情 趁乱之中 艾琳让加琳偷偷地溜回岸上 而为了保护她 艾琳竟然挺身而出 让大虎误会自己和约翰有染 不仅如此 她还故意退回婚界 结果这么一个 德普极度尴尬和难堪 因此两人的婚事彻底高吹了 第二天一早 艾琳在出发之前特地去看望了加琳 她想借此时机说出真相 措手不及的是 加琳说到了自己母亲 并把对方描述成一个高大上的完美形象 短短一瞬 艾琳想到自己靠外貌与风雨谋生 试着企图勾引自己的女婿 顿时感到羞愧难当 经过种种交集 她意识到自己更需要忏悔 也没和加琳相认 就在艾琳准备离开小镇时 身边的男人放下了报纸 她才发现 德普追到了飞机上 原来在昨晚 加琳已经说出了一切 而从罗伯的口中 加琳也知道 艾琳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最终电影迎来了完美的结局 德普和艾琳相视而笑 两个月仍无数的老司机 都找到了彼此生命中的最后一人 他们一起坐上了飞机 飞向了幸福的彼岸 本片改编自王尔德的喜剧名作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作为英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 她留下的这里名言 简直可以秒杀所有的情感专家 譬如 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结婚 男人和女人永远不能互相了解 因为他们一直哄骗对方 女人是用来被爱的 不是用来被理解的 虽然这些文字时隔百年之久 可如今看来依然扎心 通过电影 我们似乎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要做淑女还是当妇 往往取决于一年之差 天真的女人不一定好 而事故的女人也不一定坏 好了 感谢观看小陈电影 我是小一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咯